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球員和球隊最大的敵人 不是什麼強隊 可能是自己受傷 講到受傷名單當然是利物浦 現在就是最出眾的 他們要作一隊水晶弓 然後有一隊球隊中傷 雖然不是很多人受傷 但是他們現在成績很傷 講的是阿仙奴 哇!15位 即是去到榜尾就來護級 作客對阿華盾一點都不容易 然後轉到意大利 拉素對著拿波里 咦? 拉素現在是歐聯的分子 拿波里都是近年的強隊 他們到底又是如何呢? 好啦!我是你們的主持人MJ 好啦! 今集我們有個特別嘉賓 我是白騎 由於有個特別嘉賓的關係 今集我不會說那麼多 因為我們咪前是有點珍惜的 我們是有三個主持的 這個主持經常缺席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Win 喂!你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利能 所以一開始就交給你說 你先說吧!我不說吧! 現在我發佈去 為甚麼要這樣做? 你罵我吧! 不是之間是這樣的 很難得啦! 因為三個主持 又可以聚首一起 說一下波 了解一下現在 先說英超 因為我見MJ坦 也有說過 有三場波 然後就 利物浦、阿仙奴 還有拉素的一個 有一點點的隱言 帶到出來 作為利能 不如先說利物浦 我們主要是交給你講利物浦 然後你可以離開了 因為我集在你講的譜 你現在是義氣風發 近來 義氣風發 都第二位 想怎樣 其他球隊打得頑固 其實都很困難 講到利物浦 其實今年都很失望 MJ也有說過 雙兵 有些利迷也有說過 其實整隊雙兵的人 加起來 已經足足可以組成一隊球 但他們雙得來 又看得不錯 是對球失望 還是對軍衣失望 對 都很失望 不過呢 今年英超 帶開一點點 今年英超的情況 可能是 首先賽程太密 第二又不能休息 這個雙兵 不僅是利物浦身上 其實整個英超 那麼多隊 都前前後後很多球隊 都面臨這個情況 歐洲也是這樣 是啊 因為武漢肺炎有些關係 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 你待會被人打開 哈哈哈 武漢肺炎 我打熱線就拉開 對啦 肺炎啊總之 那對水晶公好像是三天之內 踢兩場 我們利物浦剛剛就是前晚 香港時間前晚 很艱難地迫和負行 明天也有三萬 明天也有三萬 明天也有水晶公 但是以我看 近往 連續由2018年開始 應該是全勝的 水晶公也是全勝的 上季就兩勝 是的 如果可以追溯到 最後一次輸給水晶公 正正就是小弟去 岩菲路 唯一一次 在岩菲路 朝聖的時候 主場輸給水晶公 哪一年 2017年的4月 之後就全勝 之後對親水晶公也是贏的 嘩 那些反利能 就是買波票給阿Win過去看 應該可以 總之我現場在利物浦 暫時的往績 都是輸球的 是 都幾失望 因為現在每一次 一些球迷 或者一些報道 就說利物浦對上一次英超輸球 是什麼時候呢 正正就是小弟 就是2017年4月份看的對水晶公 那這場你怎麼看呢 這場我肯定你不會去英國看 當然 旁邊也不夠時間 那這場 那怎麼看呢 你如果作為一個比較理性的球迷 以現在利物浦這個人腳 或者陣容 再加上 就是看他昨天對富賢 前晚對富賢的狀態 其實我猜 都是和波 或者贏的最多都是2比1 經常對水晶公作客 上年主場對水晶公都是2比1 如果沒有記錯 所以我自己看 應該都是2比1 就是和波與小勝之間 我覺得利物浦是不能不贏的 是 贏人 八旗兄就覺得必勝 你有沒有看水晶公前晚對熱刺那場球 我看精華 但是水晶公對熱刺那場球 整個下半場是打得很好 半場輸1比0 就是哈利簡尼射去飄一下飄一下 不知為什麼射在中間都可以直接射入 那是龍門問題 但是水晶公的龍門下半場也做到事情 救了很多球 水晶公是龍門救了 但是他輸第一球的時候 就是 exactly 95% 都是他的責任 但是整個下半場 相信也是摩連奧體系的一個弊端 全軍退守 放棄控球 等於有些像我們踢街場 一拿到球 就隨便勾斬上去 再來過吧 麻煩你了 再攻過吧 其中一個敗筆 九手必失 但是水晶公那個 那個做過去的埋門 以至到整體在前天的比賽裡面打得很好 還有水晶公今年來說 就是對曼聯也好 都踢得很好 不要提了 那個就 季初曼聯就頑皮一點 還有利物浦我覺得沒有阿Vin說得那麼不好 他失望 就是因為他期望高 其實我覺得利物浦 經意很好 經意很好 對 我想問一下 白琪 利物浦接下來的 你已經交給我機的樣子 對 很大恩怨 他們 冷靜一點 做吧 馬迪浦也相關了 明晚 今週六 明晚是第二次 因為節目錄音時間是星期二 那 馬迪浦不知道出不出一次 我想問一下白琪 早大又相關了 是的 李物浦的中堅會是什麼人 就是菲利普斯 應該叫菲利普斯 你知不知道你前晚應該沒有看 對副行 對副行的時候出哪兩個打中堅 是不是蝦達神 蝦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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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中堅打得很好 不過根本的打中堅打得很好 但是 蝦達神打中堅就真的有待 還有呢 我今週 我經常稱讚你 我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我串利物浦 不是多於你串利物浦 是 我經常覺得他是 他是少了球員 這個是事實 但是他的體系 我經常都說這句 他的體系這麼完整 其實他沒有那些球員緊有走躍 誰都有的 是 走得來又不是大走躍 你看看萬成 五萬年我不說 萬成那些錢 他的雙兵沒有理由 那麼多 你去踢都行 你去踢你不停 你不停 你不停 那些球迷真的很煩 不做 不做 你踢吧 你踢吧 不過這樣說 因為呢 今場裡面很有作客 對水晶公 是 那他今季英超聯賽 作客確實有四年和的 就是和了四次的 那所以這一場 尤其是這一場 就是對著水晶公的上一場 就是對二次 那估計呢 都是一場硬仗 那那個選好都不少 所以這場我又傾向阿Win那個 那個估計 我相信是和的機會都幾大 就是和與六成或七成是和 三成是小勝 比較難大勝 我相信 我覺得小勝 你不是很小勝 你剛才說是大勝 必勝 不是大勝 OK 這樣有共識 就是和與小勝之間 你們隔壁一起針對我 我也覺得是 我也覺得是 有沒有水晶公利好的因素 可以說一下 你不太多雙兵 還有沙下很健康 沙下還有一個 一個長頭髮的黑人球員 都打得挺好 那一個字是甚麼 哈哈哈哈 那一個字 好像是C字頭的 這個要找到何兵來才可以立即答到 打得挺好的 是 是的 我覺得整體水晶公的體系 還有一些前利的球員在水晶公 應該都會有些打爭氣球 哪兩個前利呢 就是佳妮 右閘的佳妮 還有中堅的沙高 那個嗎 那一隻很棒 沙高是以前巴黎聖一門 那個很有娛樂性的 以前巴黎聖一門 對史上最年輕的隊長 是 很厲害 那個間中就爆發了 很喜歡看他和盧夫蘭夾的時候 是的 還有賓迪基 是 還有賓迪基 還有賓迪基 賓迪基打起 對 所以陣容都不差 所以這一場 應該大家有共識 三個叫做 水晶公 可能和 或者是普通人小勝 大家覺得多入球 我覺得應該是少 我也覺得少入球 是的 我猜就是1比1和2比1 就是多不多 就是偏少 偏少 我們個個偏少 其實開大機會就很大 是的 對 根據我們的往績 幾次都糟糕了 這次有兩邊可能不同 不過我覺得這次真的偏少 就是利物浦就沒什麼力去攻 所以這次攻又 又不是一個 那麼能夠進攻的普通 不過不是利物浦很弱 那個防線突然變弱了 所以都很難說 我們好像說完等於沒有說過 我們說第二場 好 愛華頓對阿仙奴 這場就沒有那麼多 那些球隊的球迷那種競爭意識 大家客觀點 可以客觀點 就是阿迪達看會不會被人炒 我最想看阿迪達會不會被人炒 其實 都是那句 今天是星期二 錄音時間 我相信打完今晚 我記得好像是今晚 就是如果 周中又輸 到這個節目出街的時候 已經炒了 可能已經不是阿迪達做了 周中又輸 不是這樣也沒那麼快 啊 今晚輸給蘇咸頓就炒了 不是 我覺得都輸了阿迪達先 如果兩年敗就真的炒了 我上次跟MJ說 阿仙奴要護級了 他還說 我這麼快 這麼快 這樣也不是要護級 不是 因為他的分數上 也有少許距離 不是 他沒有距離 差幾分 差幾分 他現在十二戰好像只有十一分 十三分 十三分 距離第二 尾三的搬離 還是不知哪一隊 都差幾分 我今季我是歧視阿仙奴 我告訴你 是 很思議 因為很思議 我是沒有正義的 我也歧視 我是歧視他的主場吉祥物 那隻龍仔 那隻龍仔 我那隻被人炒了 龍仔也被人炒了 好像在那裡 在那裡 但不是阿仙奴出工 是球員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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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喜歡安守樂題 那就是了 愛華頓今季又有些起色 不過 就是這樣分析 James是跌落的 是 是有些跌落的 沒有剛剛來的 頭十場八場 那麼Sharp 其實愛華頓 他是打車路士之前 就是贏車路士之前 其實那幾場戰績 都是一般 是 他打出來的場面都是一般 是 還有好像Vin那樣說 James是跌落了 我覺得可能有不同的因素 第一可能很多不少人提防了他 第二就是可能說 他的體能都有下降 知不知道這個球員體能 一向都是出名的 一般的 是 所以可能 這個是對阿華頓的不利因素 其實 阿華頓今年最偉大的功績 就是弄傷了外隊的雲迪克 沒有什麼功績 你不要經常圍繞著自己 他季初是連殺幾個 那些 疑似 殺車路士 禮物浦和萬 就是很細胃細細的 頭那幾場 一度稱綁手 但是之後就好像後勁不計 因為 因為愛華頓他那個A隊的所謂 其實那個人腳是不錯的 差在他的輪環 跟他那個所謂A隊 一隊 那個差距太遠 就是他一隊有James 又有Natalisen 雖然阿綿我知道不太好 有個阿綸 因為阿綸 基本上是上一集FIFA的 耳甲第一中場 有什麼FIFA的一隊 就是防衷 耳甲第一防衷 還有米拿 甚至迫福特 迫福特 我覺得神經都得利 又不是差不重要 他的後味都不算看雞 尼斯格純 中場 還有幾個 安德 高美斯 但其實他某程度上 都是一個正選 安德高美斯 是 而且他是有些很表現不穩 即是季初他是小 簡直是季初是年勝 八年勝 七年勝 但又可以輸給利斯特成 是 然後一開始之後 突然就跌了 就不斷輸給修行頓 紐卡蘇 但上場他就贏車到市 所以他的變數回來大過 而且其實安察樂提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頂級的教頭 其實他是有一個能力 將一隊球隊 可能輸了幾場之後 很快將他調整 即是去回正軌 所以我今場 我是看好愛華頓多一點 一來他主場 二來我也蠻相信安察樂提 其實他會慢慢將 愛華頓對方慢慢 調整 一些 令到 對方就上軌道 猜一猜結果 我就喜歡 咬一下頸 因為其中也有一個因素 阿仙奴這隊球 開始變成神經質 看死他就贏了 有點像以前的利物浦 對 不要再說了 即是你猜他一定贏 即是你猜他一定贏 即是他無端端就輸了 即是你猜他一定輸 譬如阿仙奴 你對萬聯作客 又會被他贏 即是普拜又無端端不知為何吃錯藥 這樣掃低比爾蓮 即是你比較猜不到 其實是的 這個也是 所以阿仙奴的結論是 我猜是阿仙奴贏的 是 我就因為我現在要杯葛阿仙奴 所以阿仙奴是小輸 小輸 小輸 入球方面 我也是偏向小入球 我猜愛華頓一場的卡法路雲 即是他們的神射手 應該是不能入球的 我剛剛想說卡法路雲能入球 可以的 就試騙了 不像是啤酒 哈哈 白騎是不是多入球 不是不是不是 我也是想入球 但卡法路雲有波入 即是你猜1比0 2比0 對 但卡法路雲有波入的 我就都很刻心 希望阿里達就繼續留在這裏 我就希望他順順利利地 就周中贏收賀頓 他再輸就真的降班 所以周中贏收賀頓 是的 但這場作客阿華頓就很難搞 那都是小敗 而且阿仙奴呢 有一點更新 就是他現在正在找一個創造力中場購買 是的 其實現在傳得最狠的就是阿力神 阿力神在國米 我不知道和干地有什麼牙齒印 總之是不能出的 阿仙奴自從沒有了OCE 不知道為什麼地補OCE之後 其實一直很缺乏創造力 是 即是直接說 奧巴美揚已經在吵 說 你沒有trans created 那些 即是沒有機會創造出來 是 那 這些人 通常第一 就會想起 沒有創造型中場 去做球 這樣 就沒有創造型中場 所以現在就傳到阿力神 但是阿力神來之前 就有陪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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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就快 如果是應該就快 一來就不知道能不能來 二來來到 都未必立即可 立即可 立即可 都不一定是一個 零丹妙約 還有他被阿光 都算了一整年 就是瘋了 是的 畢竟在這個萬年球 阿仙奴 如果再低一點 我都會有一點點高興 其實題外話 講開艾力神 我真的覺得 為什麼會這麼奇怪呢 他踢在去年 一月轉會去國米 他在一月轉會去國米之前 在熱市都踢得好 還不錯 但是一去到國米之後 突然好像山神那一刻 由阿仙奴轉去萬年 他呢 不要再說 變了另外的人 沒有話說 即是大跌鍋 他其實不是 我又覺得他不是大跌鍋 我覺得他跟乾地 不是很想用他 但是你沒有問 為什麼不想用他 買他回來 應該是蘇寧決定的 他買阿力神的決定 蘇寧即是國米後面的老闆 少年才俊 其實乾地 你不覺得有這麼多人嗎 他是那個球員 跟他 好像有一點不對 或者是不適合他的心碎 他真的說過 那時候 高高斯達也是這樣的 搭車仔的時候 那時候都說 為什麼不出他 那個時候 乾地幫車仔落冠軍那季 其實前面 全靠那個斯達五仔 是 那阿力神在國米的情況 就是 給我的感覺 就是乾地 好像覺得 是他覺得阿力神 進不到他的體系 是 因為阿力神 他是沒有現在 乾地在用那幾個中場 那麼勤力 但是論波登人創造力 我覺得一定是完勝 用這幾個 他在用哪幾個 例如波蘇力 就是克羅地亞角角 或者有一個 也叫做新進的意大利角角角 巴里拉 或者加比亞瀛尼 就是一個意大利中場 加比亞瀛尼 加比亞瀛尼 是否以前是西伯頓那個 不是 你說的前鋒 我講的 是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 他的串法差不多 OK 其實都是一些 比較 所謂全能型的中場 就是 助攻助手 那種 但是阿力神 其實是很明顯那種 即是創造力 占士 類似占士 類似 所以 導致阿力神 他又不是完全沒有正選 但是一定是很不受作用 或者他打歐聯 都好 都是垃圾時間才放出來 所以就出局了 令到其實國米 就算你現在見過 歐聯雖然出國聯賽 也贏到球 但是你看到對方是沒有創造力的 即是對方 你也是靠前面 勇一下勇一下 勇一下勇一下 勇加古 勇一下勇一下 勇一下勇一下 馬天尼斯 即是會出現這個問題 但是 乾地不用他 真的沒有辦法 其實他都值得回來的 歷神緣 看起來都是28歲 其實我覺得OK 如果回阿仙奴 即是回英超 不是回阿仙奴 但不會回熱賜 不過我猜他不會回阿仙奴 而且他的年紀還是28、90歲 還是當打 即是我也馬上看一看他是不是很老 原來也不是28歲應該是當打之年 如果在國米不合用 就回來英超 但是去阿仙奴 就會有一個人 即是他會考慮點是什麼 因為始終倫敦球會 互相之間的競爭 就會有一個考慮點 因為熱賜 阿仙奴是死敵 即是他都會考慮 現在有一個位置就是傳到阿仙奴 其中一個卡住了的位置就是因為是死敵 對 對 最好不要 即是包括曼聯有一段時間 傳說想賣古天奴 即巴西古天奴 即是巴西古天奴 古天奴其中一個考慮點 馬上倒下 就是因為始終都是覺得利物浦和曼聯 是一個死敵 即是其中一個 都要考慮的 這場差不多 這場總結是 這場就愛華頓 我就愛華頓小勝 是 我們大家 我們大家是有入球小的那個 傾向 傾向的 即大家都說他小入小的球 我跟MJ和巴奇都說 愛華頓小勝 阿仙奴小敗 那Win就可能看好阿仙奴 阿仙奴1比0贏 即是緊勝 是的緊勝1比0 所以總之 阿仙奴不值未必被看好 就贏也未必多 大家就留意了 好 第三場只有我講 以甲 全香港我認識的人 應該只有八期會看以甲 不是阿何鷹也會 他不認識何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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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掃對拿波里 拉掃對拿波里 講一場以甲之前 通常我之前都跟兩位夾了 講英超以外聯賽 我都會介紹一下有什麼球員 是不是山地阿拉伯的對球員 有啊 喊什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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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思維思廢 八粒 聖賣那班人 我現在講的拉掃對拿波里 首先要告訴大家 拉掃就是今屆有份踢歐聯 上屆都是爭標分子之一 前列分子 那拿波里近幾年都是前列分子 但沒有歐聯 但今屆有些不同 今屆就拉掃暫時跌下去第九位 但歐聯有了十六強 對 拿波里倒轉 現在在第三位 但沒有歐聯在踢歐巴 歐巴都出線了 但歐巴是萬聯最喜歡踢的 然後 然後 很慘 現在做萬聯 真的很慘 知道了 講到拉掃拿波里之前 講一下 有什麼球員 有什麼 整天在折轉 要不做 要不折轉 拉掃是不是有過 意大利球星 拉掃 其中一個最出名 就是他的英代 斯蒙尼恩沙基 斯蒙尼恩沙基 就是菲利普恩沙基 即是以前伊斯米蘭恩沙基的弟弟 其實都是意大利國腳 是啊 即是當年很明顯 有踢過 其實拉掃 他的球員 其實都有一定的質素 例如 有一個以前踢過利物浦的 盧卡斯利華 盧卡斯利華其一 有一個叫盧伊斯阿爾不圖 記得 但是很快就在利物浦的 清洗了 然後又回到西架 然後又輾轉去拉掃 有一個叫做 音樂比 音樂比利是出名的 意大利正選當家前鋒 當家 但當家打親國家隊都沒有了 但也不是很厲害 也不是很厲害 有一個叫做SMS 耳鴿球尾 粗清風的SMS 叫做米蘭高域沙域 其實這個球員 早兩年前 萬年是無限接近的 最後沒有買到 很多的 很多 萬年有很多無限接近 有剛才Vin提過的盧卡斯利華 還在踢 現在34歲 最出名的是這幾個球員 反而拿波利陣容是不錯的 拿波利陣容 我覺得如果跟英超的球隊做比較 我覺得是類似熱刺的那種 那拿波利有什麼球員 其實最出名的其中 是恩施熱利 是 一個曾經跟利物浦無限接近過的意大利中場 是 意大利前鋒 又或者說胡錦斯 比利時國的胡錦斯 是 其實都是比利時一個叫做 比較主力的球員 是 有一個被稱為歐洲其中一個最好的中堅 古爾巴黎 這個是萬年都無限接近 和利物浦也有傳過 是啊 對 然後有希臘各腳 文奴拉斯 其實這個和萬年也是無限接近過的 但是直接派向向南波利 又或者有西班牙各腳 法比安 又或者說 有一個其實是 在歐洲未說很大名氣 但是其實今季其中一個最貴的傳媒 在7000萬歐羅 在里爾買回來的 類似的譯名叫奧斯曼 是利亞利亞各腳 22-23上一個很年輕 而被稱為歐洲其中一個 下一個最強的新星之一 是 就是奧斯曼 這個也是拿波利 是 那為什麼拿波利 好了 講到拿波利這麼厲害 為什麼沒有歐聯帝 沒有歐聯帝的原因 就是因為上季成績差 為什麼上季成績差 因為上季又經歷了震盪 什麼震盪 本身就是 現在是俄華頓的安撒洛提 本身是拿波利在教 到季中的時候 突然間 拿波利的路馬又發神經 在亂禁罰些球員錢 亂禁罵些球員 罵領隊的安撒洛提 然後就大炒了 整隊球員已經亂到比利法蘭 但是亂到比利法蘭 安撒洛提都很專業 剛剛可能阿明有些印象 上季拿波利贏過禮物浦一場 就是那段時間 即是內亂 內亂之後 安撒洛提就撒洛洛 轉到俄華頓 後來又帶阿倫過去 現在看俄華頓的巴西中場阿倫過去 今季 後來就加度數接了手 即是前意大利中場加度數接了手 最初也是打得一般的 因為加度數 其實之前都教AC米蘭 其他隊都教得一般 但是後來沒有了歐聯資格 但是小估不到 今季好像慢慢打起來 對方又順暢一點 你有沒有看今季 其實拿波利的波 其實拿波利的感覺 都不是誰教 其實近十年發授 拿波利的波是好看的 對 照他成熟了 都幾季嚴重好表現 其實他由以前沙利教年代 形成過沙利格、拿波利的年代 那時候可能有希古恩的年代 或者再之前卡文尼亞、娜維斯的年代 已經很好看的 拿波利的波 今季一個老了的迴震斯 和欣雪尼 其實是打到的 對方打到的 其實也不是說打得很sharp 但是成績是穩步上仰的 所以這一場球 而拉數 反過來 拉數來說 他其實上季有一段時間是爭標的 甚至有些 我看連登 有些意甲的球迷說 如果不是因為新冠肺炎 是新冠肺炎 MJ 新冠肺炎不是被人抓的 不是因為新冠肺炎 折了一折 停了一段時間 可能他已經排了幾個頭 剛剛打緊了 復賽之後 成績慢慢跌 其實今季歐冠 拉數是打得中上 總之出到線 出到線 但是聯賽是打得不好 一點都不好 大家看到排在第九 其實是會不停看到他 突然對著弱隊會輸球 所以拉數排面上 戰績上一定是看低的 說了很長 其實我小時候都有看 拉波利 馬拉多納 馬拉多納 加拉卡 我那時候太小了 馬拉多納年代有看過 然後好像蘇拿 都有踢過一段時間 其實拉波利 是意大利的足球歷史 是一種偏窮的球隊 但是窮得來 它又充滿傳奇性 因為有個馬拉多納 馬拉多納之後 剛才有Vincan的Solar 大簡 甚至是恩沙基 菲利普恩沙基 都是打過拉波利 我反而有看過拉數 拉數 七戰會的時候 都有一段時間挺好看的 七戰會的時候 拉數是意甲 其中一隊最有錢的球隊 後來因為 意大利經濟危機入可產 那時候是瘋的 拉數是有很重金買過文迪達 當年打華倫西亞的重心文迪達 打到歐冠決賽的 韋利、基斯普、沙拉斯、尼維德 那時候是很厲害的 後來拉數破產了 接近破產邊緣 所以就慢慢用一個 所謂青春斑或者省劍的形式 去繼續打這個聯賽 好 來到現在這一場 拉數主場 對著拿波利 有什麼看法 我先說一下 你們要想想 不用想想 球技 直說 正路 我是說拿波利小勝 是 但是這場 會有變相 拉數 其實是 剛才我們說英超 有點像 英超的曼聯或阿仙龍 是 是極度飄忽的 這隊球隊 金貴 是 有鬥心 但是沒有成績 是 但是有時候 也會被他贏 但是 正路 傾向拿波利 正常 他現在第三位 還有 拿波利今貴 主場作客 他也有個特別的 如果大家打算選主和庫 這三個抉擇 不要選和 因為拿波利這場 今季都沒有和過 那 拉數試過可以和祖雲達斯 一比一 但是很難看好他 所以都是拿波利小勝 我也覺得是 我也猜是拿波利 紀念馬拉多納 記念馬拉多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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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拿波利現在的主場 簡直是改馬拉多納球場 整個球場改名 所以這個跟我們說的賽果沒有關係 就當記念一下 記念一下 支持一下拿波利 還有拉數他下個月月中 也有一段時間要對拜人 不過也不關自己太久 太久了 其實之前拉數戰爭不好 我覺得也可能是被歐聯影響到的 而且他之前的疫情 他也有很多球員確診 非多都不少 他的嚴重程度是不下利物譜 當然他的兵員沒有利物譜那麼好 所以拉數 我又不可以說他完全沒有機會 但是你排名一定會看拿波利 上季在今年年初一月的時候 拿波利作客輸給拉數1比0 上季很厲害 上季真的很厲害 所以今季可能可以反勝1比0 拿波利贏1比0 我也是猜1比0 那有什麼球員要看呢 因為今場 拉數都是看音樂比利 所以我一般喜歡他 我作為一個意大利球迷都 那拿波利我相信都是 其實這兩三季都是看 恩舌利和回顫斯 都是看這兩個球員 其實我看過幾次那個中堅 顧爾巴利 是挺好的 是 我幾次看過 剛巧有看過他看歐聯踢球 都是覺得這個中堅是最值得看的 所以如果真的看這場球 留意一下這個中堅 對 MJ你還有什麼要說 嗯 萬聯 說一下萬聯 沒所謂 我覺得近來 當然不說萬聯 近來那個 值得猜的比數 都是偏小 小是容易猜些的 1比0 1比1這些是小的 所以拿波利是1比0 這個我都覺得是 應該可以 推敲少少少 剛才那兩場 沒有說比數 我嘗試那兩場 都是猜1比1 還有我又怕一件事 近來那些球 我不知道是球員疲倦 還是什麼 那些球開始沒有那麼正路 所以導致我們的命中 很恐怖 是啊 可以猜那些大 綁手球隊對下游球隊 主場 竟然都可以和或者輸 當蒙特主場被大炒 那個好像有他的神奇力量 去買了當蒙特 大家如果想發財的聽眾 記得收聽我們的節目 尤其是聽八旗 有些什麼重心 重心 參考一下 這場八旗重心是誰 真的要說 重心 重心 利物浦 你們會說利物浦贏手 我說利物浦贏 八旗推薦你的老婆 大兩個 阿Win有沒有重心 我重心是阿仙奴 重心是阿仙奴 小勝 是啊 我重心是阿仙奴 我都提供過重心 我提供重心 那波利1比0 萬聯 你說萬聯都可以 沒有萬聯 不要再提萬聯 不要再提萬聯 我要時間休息 Carmen又有波入 這場這個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希望多點時間 都是我們三個主持人 可以一起和大家講波 這次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